十三处啊 好几回抓捕飞猫腿都不成功 就向警犬队发出了请求 派两条警犬来帮帮我们 在肖玉敏受伤之后不久 警犬队参战 事情很快出现了转机 飞猫腿再次和警方的蹲守人员遭遇 而这支队伍带着两条警犬 双方接近的过程中 飞猫腿发现了警方人员 还是那样扭头就在这田野当中飞跑 这警方啊可能是有要求 你看在动武之前肯定要先口头警告 不去动警察站住 当然了 这种喝止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效的 别说是双桥老流氓 就是一小偷这么寒 他也得往胡同里边钻 警方一看喝止无效 马上就放出了两条警犬 只见这夜色当中 是一团黑影在前 两团灰影在后边 一共十条腿啊 在这地上紧脑齿紧灯 嘲嘲嘲嘲嘲越来越远 这三个影子伴随着狗叫消失在了浓雾当中 训犬员在后边啊不着急 他非常的自信 跟这些十三处的警员说 别着急 一条就能要他命 两条我全放出去了 警员们也是非常有信心的在后边追了上去 就在这时候 不可思议的事他发生了 就在警方人员跟着警犬追上去的时候 这两条警犬呢 念头搭了脑袋 他回来了 没追上 不可能啊 八条腿追两条腿 野兽追人呢 没追上 那位训犬员呢 也是呆愣在当场 半天他冒出一句 他 这小子 把狗给跑赢了 这句话 在警队当中不静而走 后来一提老流氓啊 就是 那小子 是把狗都跑赢了的飞毛腿 人把狗跑赢了的事 不是没发生过 曾经在北京啊 见着一位 也喜欢写东西的警方老大 他说 有回啊 一个小弟来找他帮忙 抓一个盗窃犯 他有点奇怪 说这么简单的案子 你还劳动到我老人家头上来了 那小兄弟说呀 又不是 请您帮着抓人呢 不是因为案子大 是因为这人我跟你说 太有意思了 我就想跟他聊聊 这老大就问呢 这小偷 他有什么 讹了金得的本事啊 那小兄弟说呀 哥哥 我就想把他抓住之后啊 送到奥运会上去 原来这小子作案的时候 他就被警方发现了 一直追进了一个正在施工的工地里 工地嘛 地形非常复杂 南方的警察呀 喜欢斗智 不喜欢斗力 一挥手 这警犬就上去了 警察们呢 一人点上一根烟 就在这树阴梁底下聊天 就竖着耳朵 就听着里边什么时候 有人喊救命 他们再进去 正在施工的那是光板楼 没窗户 也没有门 几个警察站在底下 就见一人一狗 在这不同的楼层的窗户前面 一闪而过 唰唰唰 二楼闪过去 唰唰唰 三楼闪过去 唰唰唰 又回一楼了 又上五楼了 就好像这蝴蝶呀 穿梭花丛一般 看起来非常的轻盈 还不费力 训犬员掐着烟 抬着手腕看着表 给他掐时间呢 意思是我看你能撑多长时间 结果折腾了一阵之后 这楼里边没动静了 警察们奇怪啊 这是抓着是没抓着啊 过去一看 那条警犬趴在水泥地上 张着嘴 搭了着舌头 呼呼的喘气呀 而且呢 周围都是他的呕吐物 什么叫泪吐了 这警犬就是泪吐了 而那个嫌疑犯 踪迹全无 不过呢 这位警方的老大说 那小子能把狗给跑吐了 也是有客观条件的 当时的现场啊 是一个正在施工的居民楼 这人呢 一会儿上楼梯 一会儿下楼梯 他带着狗跟他运动 这狗 当然是非常的执着 死定着他不放 紧追不舍 问题是 这是狗 他不是猴 他不能适应这种忽上忽下的运动 你搁平地上绝对跑不过他 你要是来回上下楼梯 他受不了了 最后 泪趴下 吐了一地 说回北京来 十八里地这周围呀 可没有工地 除了田梗子 就是一马平川 地形虽然是稍微复杂了点 但总体上 它是平的 好的警犬呢 时速可以超过六十公里 你看跟猎豹一样 这小子能在这儿把狗给跑赢了 那确实有进奥运会的势力呀 没追上也不要紧 咱们还有第二套方案 用警犬跟踪追击 闻着他味走 但是这个办法也没成功 大家伙明明看着老流氓是往东跑的 让狗闻了残留物的气味追踪的时候 这狗带着人往西边去 这一下 训犬员的脸上实在是挂不住了 坑制别度 半天冒出一句 可能是犬种退化了 后来想想 这实在是给挤队没辙了说出来的托死 狗退化到什么程度 跑不过人 闻味 南辕北辙 你别说当警犬呢 看门都没戏 那也就剩下做火锅这么一个用处了 警犬队的领导知道这事之后也非常生气 听完了汇报 他一拍桌子 好一个飞毛腿 啊 老子不过了 来人 把黑背给他们带过去 黑背这个犬种 大家伙应该非常熟悉 反正我们这代人呢 打我记事 警犬全都是黑背 也叫德牧 学名是德国阿尔萨斯狼犬 这种狗呢 非常好训练 智商高啊 听命令 而且忠诚勇敢 最出色的是不怕枪声 被称为呀 是世界最好的警犬品种 警犬队重新组建之后啊 还是一直存在着改良犬种的必要 咱这些犬不太好 虽然说当时不能够重扬媚外 但是咱们的犬种 不行 它就是不行 德国黑背的大名 让北京警方一直是垂涎三尺 扭了它 那就是好使 破案率就是高 当时啊 这德国还分成东德和西德两个国家 这中间呢 还有柏林墙呢 他们两家的关系就像朝鲜跟韩国一样 针锋相对 但是好在一点 他们跟中国的关系都不赖 于是乎 北京警方特别调出有限的外汇 从西德进口了一对纯种的黑背 干嘛呀 可不是回来让他们帮助破案 当警犬是舍不得 他们是警犬队的掌上明珠 每天是打板高供 牛奶 鸡蛋 牛肉 维生素 都给他补着 是要让他们呀 繁育 这一对是种犬 因为再买 咱也买不起了 现在 为了老流氓这个案子 警犬队长说了 他不过了 把那条公黑背 叫大黑的牵出来 让大黑去追 为了抓双桥老流氓 警犬队派出了看家的大宝贝 德国黑背 大黑 警犬队长也琢磨了 所谓的犬种退化 这是蒙外行的 闹不好 这飞毛腿是杀狗的 卖狗的 训狗的 或者开狗肉火锅店的 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一般的狗 见了这种人 他就是害怕 但是 一些优秀的犬种 就没这个问题 比如说黑背 藏狗也没这个问题 黑背的饲养员呢 姓张 业务非常熟练 而且为人 勤恳老实 在队里 对外 都非常的有人缘 老张 对这两条黑背好的 人家都说呀 这就是他的儿子 是他的闺女 现在 还没留种呢 就上阵 老张可舍不得 但是命令下来 谁也没办法 他只能把母狗 妞妞留下 把这公狗大黑 带上了 大黑参战之后不久 公安人员就接到一起报案 老张带着大黑 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 锈过了案犯留下的残留物之后 老张一声令下 大黑像剑一样就冲了出去 看到大黑的速度 远远胜过前面那两条警犬 有的公安人员在那呱唧呱唧 都鼓起掌来了 好好 这回跑不了了 只有老张的心里 有点犯嘀咕 他觉着 今天大黑的反应啊 有点不对劲 平时不了解犬 他看不出来 一闻飞毛腿的味道 大黑脖梗子上边的毛啊 全都炸起来了 那是黑贝 在非常惊恐的时候 才会产生的一种现象 但是呢 毕竟这是一种 服从性非常高的狗 不论怎么害怕 只要主人下令 他依然会出击 老张的心里就犯琢磨 这是个什么人呢 怎么闻下味儿 就能把大黑吓成这样啊 他也没法跟别人说 就他一个警犬队的 你跟别人说 他们不懂 后来老张看一个录像 藏狗斗老虎的时候 他才恍然大悟 大黑当时的反应 就跟藏狗 察觉到了老虎的时候 一样 脖子底下的鬃毛 一下都炸起来 这个案犯 对大黑来说 是老虎一样的存在 当时啊 大家伙跟着大黑往前追 追了好长的时间 疲惫的大黑 从这浓雾当中 重新出现 毫发无伤 这嘴里还叼着个什么东西 走过来一看呢 是一只手套 经过痕迹对比 这正是飞毛腿当时作案 撬窗户时候戴的 这说明 大黑和罪犯 已经交过手了 警员们激动了 围着手套就叫 有进展 成功了 让他接着追 老张也示意大黑 再追 但是这个时候 这条优秀的警犬 大黑 打死也不动了 老张都气急了 对着他背试啊 一将圣勇追穷扣啊 去呀 大黑不动窝 拍他后背 不动窝 踢他屁股 不动窝 说什么都没用了 老张把这武装袋 解下来就要抽 让在场的老孙 给拉住了 后来老孙 后来老孙回忆说 他从来没想到过 这狗也会哭 可那回算是见着了 大黑那模样 太可怜了 太惨了 被踹的呀 那眼泪 就在眼眶里边 转圈圈 他不追 肯定是有理由 只可惜 他不会开口 说人话告诉你 用警犬 追踪老流氓的计划 就这样失败了 后来呢 北京市公安局 以侦破重大案件 著称的大将 张良基挂帅 加强对十八里电 飞毛腿一案的侦查力度 这个阶段呢 这个案件 每天动用警力 都在四五十人 主要就放在敦手上 张良基呀 这也是个鼎鼎大名的人 也是后来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 那破案端的是一把好手 咱前面讲过的 震惊世界的枪击案 那就是他指挥堵截的 陆县州 白宝山 这些个汉匪 都是塞在他手里 老孙说呀 张良基也不是那种动不动就打打杀杀的人 他办案子 心系脑子也活 后来找马神仙 就是他的主意 这个案子办到中间呢 还想过动用直升机 拿这探照灯 从上面往下照 然后大家照着亮去追 但是当时 中国没有正经的警用直升机 哈尔滨生产成建制装备部队的直武式直升机 它有个外号 叫空中拖拉机 您想想吧 它要是在低空巡逻 隔着十里地 您就听见动静了 别说色狼 就是大灰狼都得给吓跑了 所以这一招 后来也没有真的用上 老孙说 当时他想啊 要是抓着这小子 拼着犯纪律 也得先上去抽他俩大嘴巴 警方的这一系列行动啊 也起到了一个作用 就是老流氓和侦察员 几回狭路相逢之后 他好像多多少少有一点收敛了 不敢再这么明目胀胆地做案了 作案的频率有所下降 一度啊 有很长的时间之内 都没有新案子发生 甘情们分析 说闹不好有两种可能 一个呢 是这人呢 有别的案子 因为别的事给抓起来了 还有一种 是年龄渐长 不再作案了 身体素质跟不上了 如果真是第二种情况 那对社会治安呢 它是件好事 可对破案来说 那可就不是好事了 警察们最怕的 就是案犯不作案 只要你作案 总有办法对付你 你不作案了 不冒头了 我没地儿找你去呀 那边乡 老流氓 消停了一段时间 可这边乡呢 警方的蹲守 还在继续 老孙说呀 当时蹲守工作 是这么做的 到队里 布置完任务 一人发一件大意 直接去双桥 一宿一宿地 在地里边 靠着稻草堆盯着 白天呢 是看卷宗 排查 卷宗啊 都是大本 有四十多本 能把人活活 给看疯了 也有巡逻的 老孙和杨宝国 他们四个人一组 每天呢 从双桥牛奶厂 步行到通县 每个人呢 都配一把枪 就在这村外边转 晚上十点去 早上撤上 无论寒冬酷暑啊 这样的日子 老孙他们 过了三年半 他们当时 除了带着羽衣 皮大衣 手枪 电颈棍 对讲机 靠着这类常规器材之外 冬天里 还得配点特别的东西 可以保证侦察员 晚上不困 提高蹲守的质量 什么东西啊 稀松平常 一根干辣椒 哎 冬天蹲守的时候 你冷 冷也得冻着 不允许喝酒 带根干辣椒 挑最辣的那种 半夜 困了 冷了 一舔 那嘴里边 火烧火燎的 全身冒汗 当时就精神了 这就是土八路的办法 抽掉来 侦破老流氓 这个案件的 都是各个部门的好手 老孙能进到这案子里来 是因为 他一天就侦破了 何须武谋杀案 老孙能进来 是因为他曾经在一天的时间里 侦破了何须武谋杀案 这个案子呢 出在怀柔 挺偏的一个村子里 死了一个质保主任 这是老孙 头一回出枪击案的现场 感受非常的深 他回忆啊 质保主任家呢 就一口人 是个老官夫 冲北开的院门 质保主任倒在门里 离这个门五米的地方 头冲西北 脚冲西南 第一枪呢 打的是手 肯定是质保主任 拿手去堵枪口了 手上的骨头 都打到对面墙上了 第二枪 打的是心脏 第三枪 打的是右胸 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 老孙说呀 那老头死了之后 俩眼睛瞪得溜圆呢 满脸的不甘心 死的有怨气 所以他记忆非常深刻 现场呢 没有发现什么 大家伙都觉着 这案子不好破 下一步呢 就得排查周围 所有有枪的人 那这么说起来 他怎么又在一天里破了案呢 老孙说呀 是给那个人吓出来的 现在叫八卦 坊间八卦 把那个嫌疑人给吓得自首了 当天晚上 村民兵队 须武跑到公安人员这儿来 他说呀 这人是他杀的 要自首 你这不是送上门来的运气吗 警察们呢 也得是沉得住气 不动声色 一步一步的问他 何须武 那是竹筒到豆子 一个小时 这案子就砸实了 民警啊 在勘察现场的时候 照相使用了老式的美光灯拍照 这种美光灯啊 大家在过去 民国时期的老电影里边 应该都见过 一个手拿着照相机 一个手举着这闪光灯 就跟一个半圆的铝锅似的 竖着这锅口冲着人 一摁啊 这锅里边扑一下 连光带烟 就是这种东西 这现场呢 何须无言来了 跟着老百姓一块围观 但是他毕竟是心虚 没敢往前靠太近 冷不定的 里边扑的一声一闪光 他没见过这玩意儿 他就开始琢磨 之后 村民们七嘴八舌的 就在这大树底下 开始议论了 村里有个老头 以前呢 在城里是说书的 干什么事啊 他都有瘾 您看那八九十岁的 说相声的老先生 他也想上台 让人扶上去 上去之后 他扶着桌子站那儿 说一个三五分钟的小段 大家伙呢 也给面子 老先生嘛 前辈 在上边使活 是包袱就想 咧着嘴乐 啪啪拍巴掌 老先生也觉得挺高兴 颤颤颤 再给他颤下来 这就是说相声的音 说书的也是这样 这老爷子啊 多少年没说过了 这回可是超着机会了 站在这树底下 那是唾沫横飞 说得出神辱话 他越说 何须武的心里 就越沉重 觉着自己这事 没办严密 肯定瞒不过 这京师来的捕头啊 老爷子啊 说到那美光灯了 你们大家伙 都没见过吧 那是了不得的东西啊 这人被杀的时候 眼睛里头 那最后 都会留下杀人者的影子 哎 清楚着呢 跟照片似的 可是这个影子呀 一般人可看不见 它是刻在眼睛底下的 人家公安局有办法 就拿这灯 你们看 吐这么一下 眼睛底下那人影 就给照得清清楚楚的 听到这儿 何须武坐不住了 他问 那警察咋还不抓人呢 这老爷子 邪冷他一眼 说呀 这是警察的规矩 八门金锁镇 还得留个声门呢 犯案的也是条姓名 对不 得给他一个出头的机会 人家知道是谁干的 今天晚上不抓 为什么呀 古时候得拜御神 监狱的御 得拜御神 现在那得向毛主席 探老人家汇报 主席说抓 那才能抓呢 要不然 这警察为什么 现在都不走啊 倒不好 这杀人犯 就是咱们村的 计较三遍 他们就抓人 老先生这一席话呀 那是博古痛进 道理严谨 村民们听得是纷纷 喊手认同 唯独这何须武啊 回去可就坐不住了 熬到快天亮 等鸡叫投变的时候 他的精神终于崩溃了 得了 叫投变了 我别等着人家来抓我 我自首吧 不说坦白从宽吗 我争取一个好态度 哎 合着老孙这个案子破的 纯属就是运气 可不管是不是运气 一天破了杀人案 这才是硬道理 老孙也就因为这个事 进了十八里地 飞毛腿这个案子 当然了 这种好运呢 不是时常降临的 一辈子可能也就赶上这么一回 现在装啊 全靠蹲守 选一个几条田梗汇合的地方 找个稻草堆 钻进去躲着 周围是几块水田 甭管多冷的天 他都得下去摸摸 大概齐啊 弄明白底下的道路 而且 这一组是四个人 老是布成一个菱形 把这大道呢 就放在菱形的中间 那个年代 在双桥那片荒郊野地 晚上的行人呢 非常的少 除了少数 因为工作回家的人 多一个 他都是嫌疑人 别看这是笨办法 但还真有效了 刚入秋 有一天夜里头 老孙啊 迷迷糊糊 刚舔了口辣椒 他就隐约听见 大路上边有动静 一看表 这正是飞毛腿 经常出来作案的时间 把这稻草堆 扒开一个缝 眯着眼睛往外看 远远地 过了一个人影 虽然说雾气招招 看不太真切 但是能确定 不是自己人 等那个人再走近一点 他看出来 这是个男人 腿脚很灵便 但是形态很鬼祟 他尽量啊 猫着腰 把自个儿缩成一团 减小面积 似乎是不想被别人发现 依靠多年公安的底子 他明白 这个人肯定不正常 眼看着对方离自己 也就不到十米了 老孙猛的一条眼前的稻草 一下蹿出来 大喊 警察 站住 吓得那人浑身一哆嗦 但是根本没往这边看 也没答话 掉头 蹚着稻田就跑 老孙虽然事先摸过底下的路 但还是跟不上 眼看这人越跑越远 老孙把枪拽出来 对着天上 砰的放了一枪 然后喊 站住 再也不站住 开枪了 这一枪啊 就像是给前辈跑的那人 打了一针鸡血一样 谁站住 跑得更快了 不过 一看他现在要过去的方向 老孙就乐了 甭着急了 踏踏实实的吧 他冲着另一名警察 赵宝国隐藏的方向去了 赵宝国 那擒拿可是一把好手啊 而且现在另外两个侦察员 也从两边的田梗出现了 他们排的是个菱形吗 正把这个黑影围在当中 大家伙手里都有枪 他们的想法很一致 看赵宝国能不能活捉了他 如果抓不住 就往他腿上打 他要是跑得太快 打不着腿 那只能算他倒霉了 打着哪儿 算哪儿 宁可打死 也不能让他再祸害人了 有一天晚上 老孙他们这组警员 在蹲守的过程当中 发现了一个黑影 他的行动啊 跟老流氓特别相像 老孙他们都发了很了 如果不能把他空手生擒 那就开枪打残了 就算打死 也不能再让他去祸害人了 这个黑影已经被四名警员呢 给包围了 他打算从侧面逃出包围圈 还拐了个弯 老孙一边跑 一边往边上啊 拉了一个斜线 他在找射击的角度 他考虑的是 如果射击 这子弹 把黑影打穿之后 可别把自己人 给穿了趟葫芦 老孙还琢磨这事的时候 赵宝国 咱们前边说过 那擒拿格斗 是一把好手啊 三步两步 就贴到了黑影旁边 抡起巴掌 一个手刀 就砸在了黑影的脖子上 这黑影 梗搂都没梗搂 直接就堆位到地上了 大家伙 胡拉一下围上来 打量手电一张 这人呢 三十来岁 差不多 因为推测嫌疑犯呢 就是二十五到四十五岁 这人身材不高 但是肌肉很发达 说话是当地的口音 在他经过的地方 还扔下一个大帆布包 这里边显然是藏物 这一切都和假想的老流氓 十分接近 大家高兴啊 把这手铐掏出来 嘎啦嘎啦给它铐上 按紧了 喜气洋洋的 像拖死狗一样 把这个人装上车 拉回了指挥部 半个小时之后 大家这喜气啊 全都没了 一问才知道 这就是一个当地的农民 上别人家地里边偷东西去了 哎 因为他也是当地人十分的熟悉地形 所以跑起来呀 也是飞快 在抓捕老流氓的过程当中 这种搂草打兔子 捎带手的事发生了好几回 就说有一次 一个供销社被盗了 刚过十五分钟 这案犯就被抓捕归案 供销社高兴啊 给公安局送来锦旗 这边写着破案如神 哎 那面写着神兵天将 这要搁在平时啊 那也属于是个喜事 但是现在 大家都提不起精神来 这跟他们的心理预期 差得太远了 几十名侦察员 日以继夜的蹲守 朝阳通县那一带呀 治安为之一变 就没这么好过了 别说强奸抢劫 小偷小摸 没有了 连偷看女厕所的 都不出来了 但是老流氓 依然像梦魇一样 时不时的就出来作案 这个时候 张良基等等指挥员呢 想到了一个人 谁大大的有名 中国不法追踪术的 创始人马玉林 这位呀 是中国公安界科学侦破的先驱 创立了非常实用的足迹分析技术 外人听着呀 都神了 他能通过脚印 科学的辨认出嫌疑人的年龄 身高 体重 性别等等信息 根据他的这一套学说 破获了很多的重大案件 在公安界呀 内部送他一个外号 马神仙 听着悬呢 还真有其事 却有其人呢 我小的时候 还看过电视上 这马神仙的一个纪录片 咱们给大家呀 举个核桃 有位朋友说 有一年 他老家的煤矿 发生了一起电缆盗窃案 当时呢 公安机关就把马神仙请来了 老人家那时候七十多了 到煤矿以后 先看了案发地点的现场 之后呢 又把丢电缆的工厂 所有工人的脚印 看了一遍 看完之后 他让其中的一个人 在他的面前捡电缆 那个人 拿右手去捡 捡完之后 老马盯着他眼睛说 你呀 拿左手捡 那个人又换成左手 捡完之后 老马一看这电缆上的痕迹 一拍大腿 错不了 就是他 在这个案件当中 老马不光看了脚印 还观察了案犯 剪断电缆的痕迹 而且推断出了 案犯在实施犯罪的时候 是用左手作案的 我还记着 当时民间呢 传马玉林 这不是科学了 它是有特异功能 他一看脚印 他就知道你的模样 说这话呢 正好是九十年代初 那时候全国都是 气功热呀 如果出现一点 大家伙不好理解的事啊 全说这人 有特异功能 什么耳朵听字 隔空取物 都是进井魔术 那些大师 后来全都变漏了 人家马玉林呢 这真真正正的是科学 凭的是经验 加上智慧 张良基认为 飞毛腿虽然跑得快 但是跑得再快 他毕竟是跑 不是飞 只要他着地 就得有脚印 有脚印 马神仙就有机会下手 侦破飞毛腿 这个案件的时候 马神仙年纪也不小了 足迹跟踪的工作呢 交给了他的弟子孙忠生 这一位 深得马神仙的真传 屡破其案 他给侦察员们 讲述的案例 还有分析方法 经常让人大开眼界 有那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孙忠生的现场表演呢 更是精彩 比如说啊 军人 农民 司机 他们的脚落地的时候 足迹的重心部位 明显就不一样 所以呢 让侦察员们 随意的收集来一些脚印 他从足迹当中 不同部位的深浅 就基本可以判断出 嫌疑人的职业来 这一套技术 让侦察员们佩服 职户孙忠生啊 是小神仙 您师父马玉林 那是老神仙 您是小神仙 孙忠生来了 大家伙这心里啊 又踏实了不少 可是呢 由于知道警方在抓他 飞毛腿作案之后 很注意清理痕迹 把这脚印啊 都给扫了 都给汤碎了 这之前 警方也和飞毛腿遭遇过 但是他活动的地方 不是在水田里 就是在柏油路上 始终啊 就不能得到一个非常清晰的足迹 1976年冬天的一个深夜 蹲守的萧伟民小组 和飞毛腿又对上了头 老孙回忆说 萧伟民报告和飞毛腿遭遇 是半夜两三点钟 双方碰了头之后 这老肩巨滑的飞毛腿 掉头就跑 还是这套就会跑吗 他在前边跑 警方在后边追 你想那冬天的两三点钟 天特别的黑 而且地形又很复杂 这次追击又失败了 熟久寒天 地动如砖 那土地动得都跟柏油路差不多了 但是萧伟民呢 也不白给 等到天亮之后 他还是根据这地上 暗犯留下的细微痕迹 非常耐心地追踪出去 两公里 这时候呢 就追到了双桥火车站东边 大概是三百多米 一个叫显宁侯村的地方 追到这儿 小伟民就高兴了 怎么回事啊 前几天下了一场雪 由于风向的原因 显宁侯村周围这些地方 积雪没有融化 还有一两厘米的残雪 在积雪上赫赫然 他就出现了暗犯的足迹 萧伟民带着两个队员 一路跟踪到了显宁侯村的附近 他们发现在没有融化的雪上 出现了非常清晰的足迹 萧伟民一边把这些足迹啊 小心地保护起来 就在旁边站着 谁也不许过 一方面呢 就呼叫指挥部 马上派小神仙过来 小神仙来了 但是这结果出人意料 这个脚印的主人 从布服上看 身高应该在一米五 到一米九之间 这完全没有参考价值啊 要知道 平时孙中生判断一个人的身高 最多有两公分的差异 再从这足迹的深度上来看 应该是一个那跟肉球一样的胖子 这吨位太大了 但是这个形象 跟受害人形容的嫌疑人 完全地对不上号 萧伟民和他的侦察员呢 也是不同意 说那要是个大胖子 我们早就追上他了 足迹的重心呢 也是忽前忽后 特别不稳定 平时做分析 那头头是道的小神仙 这回是真被难住了 不过 他至少还是把这个人的行动路线 给分析出来了 他到了显宁侯村之后啊 曾经围着一家村民的院子 转着圈地跑 就是要把这脚印踩乱 这个像死循环一样的怪圈啊 让孙中生着实费了不少的力气 终于 他在这里边 发现了一条不显眼的足迹 直奔着双桥火车站的碎洞去了 最终 消失在了煤干石铺成的路基上 大家会知道 那上面留不下脚印 马中生推测呀 案犯这么干 就是为了扰乱警方的跟踪 对足迹 他进行了伪装 小神仙没辙了 把这些足迹的照片寄给了老神仙 老神仙就是马神仙 他回了信了 说这些足迹啊 确实进行过伪装 那些围绕着村民房子转圈的脚印 有的是正着走的 但不是好好走 是连蹦带跳 有的是倒着走的 还有的呢 是把这脚啊 立在鞋里边 斜着走的 跳着走 他的步伏就变得非常不稳定 倒着走呢 他步伐的重心就发生了颠倒 在他逃走的过程当中啊 这身上还背着沉东西 造成了对他体重判断的困难 当时这马神仙的身体啊 非常的不好 不久之后就去世了 他去世的时候 老流氓这案子还没破 所以没有在这个案子上 提供更多的帮助 到这儿 警方可真就怀疑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对警方的侦查手段 非常的熟悉 还能摆下迷魂阵来 而且呢 在后友追兵的情况下 他还敢绕着 人家村民的房子转圈跑 可见这人的胆子 实在是够大的 时候啊 大家伙才明白 他绕着这个房子 布下迷魂阵 这是因为 他发现自己脚下有积血 又蹦又跳 确实是为了把脚印弄乱 不断地改变重心 是怕房子里的主人 看见自己 背着沉东西呢 是因为这户人家的附近 有他抢来的东西 他得转移 以免被发现 倒着穿鞋 确实是有意地误导警方 当时大家没注意到 显宁侯村被飞毛腿绕着转圈的这所房子里 住着的是一位兽医 在今天双井桥 向南边不远 和东原来有个兽医站 现在拆了 岁数大一点的人 应该还记着 有人呢 还能告诉你 那个兽医站里 有两个兽医 一位老得不能再老了 另一位呢 姓李 那模样啊 有点对不起观众 这位姓李的兽医 就住在显宁侯村的这个房子里 1973年 兽医李宝成 曾经被列为 18里店飞毛腿 这个案件的嫌疑人 但是 因为他的住宅 距离案发地点太远 而没有被重视 没有对他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这里边还有一个原因 调查期间呢 公安干警 曾经让多名受害人 听嫌疑人的录音 没有人对李宝成的录音 有特别的反应 大家都不熟悉兽医的工作 有的兽医呢 会控制喉部肌肉 模仿动物的叫声 在跟动物治疗的过程当中 进行沟通 类似于口技的那么一种 如果知道这个 可能会对李宝成 多加注意 但是当时呢 受害人 没有辨识出他的声音 而且嫌疑人呢 太多了 个个监控 做不到 直到案件破获之后 大家才发现 这个李宝成 就是苦苦困扰了 京城捕头 十年之久的 十八里店飞毛腿 自号 双桥老流氓 这李宝成 是一九四四年出生的 就是显宁侯村的人 平日里呢 大家还评价他 工作认真 为人热心 他媳妇是河北 湘河县人 经常上夜玩 这导致二人的 夫妻生活 就很不和谐 同时 也正因为 他媳妇经常上夜班 给李宝成提供了 非常好的 作案条件 因为他是一名兽医 经常要走村串乡 到农民的田地里 为牲畜做检查 所以 他熟悉当地 几乎所有荒僻的小路 和水汉田中的通道 也对各乡各村 受害对象的家庭情况 非常了解 他不光是下乡啊 也有村民 到他的兽医站来 这闲聊当中 这村民们呢 就经常会谈到 哎 警察上我们村 抓飞毛腿了 哎 这类的消息 就给他透露出来了 再加上 李宝成本身也是 有心套话 不经意之间 就掌握了 好多警方 不控的情况 这些 都给李宝成 十年不能归案 打下了伏笔 更有意思的是 李宝成这个兽医啊 他不给狗看病 原来这兽药啊 很多都是通用的 狗和马用的 都是一种药 虽然李宝成身上的味儿 人闻不出来 但是狗 那鼻子多灵啊 狗和小孩啊 都一样 都不愿意看见 穿白大褂的 就怕打针吃药 这种事 他不像现在 宠物医院里 设施很齐全 大夫呢 很耐心 就像对待小朋友一样 对待猫猫狗狗 当时 那是运动期间 人都没有人道主义 狗 得病了 手衣拿起一个大针头 罩着屁股 扑一下戳进去 里边的药 能三秒钟推完 他就不推五秒钟 跟上行一样 狗能受得了吗 他就长记性了 只要是带这个味儿的 就是要给我上行 所以 黑背 当时一闻 李宝成 遗留物的味道 脖子上的松毛啊 就全炸起来了 追了一圈回来之后 训犬员 再踢他的屁股 他都不动卧了 本来嘛 那白大褂 躲都躲不及呢 你还让我去追他 让小神仙 饭孕的那一回啊 情况是这样 李宝成和警方 遭遇之后 狼狈而逃 仰看要跑到家门口了 他突然发现 周围 还有霉化的积雪 上边非常清晰地 印着自己的脚印 他一拍脑门子 我这不把警察 给带到家来了吗 慌乱之中 李宝成就绕着屋子跑 并且跳着脚 把这脚印踩得特别乱 同时呢 他家门口啊 还放着一袋 他偷来的粮食 他直接就背到后背上 通过双桥火车站 旁边的寒洞 藏到了附近的田野里边 再然后 这天就亮了 他也不回家了 直接就到兽医站去上班 就这样 警方没能够再找到 他回家的脚印 李宝成这个人 胆大 敏捷 熟悉当地的情况 而且习惯伪装 从来没跟监狱打过交道 在思路上 跟惯犯 没有一致的地方 让警察摸不透他 所以啊 一次又一次地 逃脱了警方设下的陷阱 东去春来 虽然是下了很多的功夫 十八里点飞毛腿 依然毫无踪迹 十三处 侦破这个案件的干警们 非常苦恼 八十年代前后 重大的案件少了 八十年代的前期 那堪称是中国治安的黄金年代 整个社会风气 那是一片的蓬勃向上 人心安定 这时候 十三处分家了 张良基有了新的工作 但是 他对十八里点飞毛腿 耿耿于怀 立下了军令状 把这个案子带走了 还是我破 可见呢 这个案子让警方 是多么多么的别扭 老孙说 当时呢 他们做了一件 很繁琐 很枯燥的事 后来证明 这个事 对破获案件 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他们根据 老流氓作案的特点 遗留的痕迹 和作案目标 把三百多起 不同时期 不同地点的案件 全都归纳到了一块 设立了一个卷宗 按照警方的结论 这些案子 应该都是一个人干的 所以啊 一破 皆破 话说 1979年之后 老流氓沉寂了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警察们聊天呢 都有一个不好的推测 这老小子 估计是岁数大了 干不动了 闹不好 真让他一辈子 就这么逍遥法外了 老孙他们没有想到 一个意料不到的机会 像一块砖头一样 哐当一下 砸在了脑袋上 老孙说都邪了 这案子破的 这案子破的 居然是 因为公安局要整党 飞毛腿被抓的经过 十分诡异 话说 北京通显黎园 有一个退伍的军人 那天呢 家里没盐了 让公销社买盐 公销社这地儿 年轻的朋友们 可能都没有印象了 我小的时候啊 还有 想当年呢 它就是一个社区的经济中心呢 这地方呢 不但卖东西 订奶订报 居委会发通知 甚至法院枪毙人贴布告 都围绕着这个公销社 这种商店没有竞争对手 也不用打广告 所以很多连名字都没有 那个年代 大家伙钱少 东西更少 当时公销社的售货员江湖地位 跟今天的外戚白脸差不多 他们总是能提前知道 什么时候有出口转内销的处理商品 或者呢 私底下分那各窝的鸡蛋 不知道别的地方是不是这么叫 就是运过来的鸡蛋呢 各出一坑 挤裂了 或者有的呢 挤碎了 鸡蛋还是好鸡蛋 但是价格就非常的便宜了 我还有印象 小时候一说来鸡蛋了 大家伙都去先抢这各窝的 便宜呀 买个十个八个的 搁不住那都破了 回家 赶紧打到一个小盆里 摊上一大锅 烙饼摊鸡蛋 中午就是它了 这种处理的东西 你们没点关系 还不好买 人家公销社的售货员呢 自个儿就拿回家摊去了 除非各窝的比较多 大伙能沾上点光 柯云露呢 曾经写过一本书 叫《新兴》 那里边啊 有个土包色书记 他给这些高干子弟 县长小密开的条件就是 你好好干 啊 干得好 明年调你去公销社当售货员 您就可想 当年公销社售货员 是一个多么受欢迎的岗位 咱们说回来 还是说这位退伍的军人 上午去的公销社 这时候啊 一般的人呢 都去上班了 那里边比较冷清 走到门口 见里边正好出了一人 看见他之后啊 这人顿了一下 哎 停了一下没往前走 退伍的军人呢 有点好奇 就看了那人一眼 那人也看了他一眼 然后俩人擦肩而过 退伍军人刚一条腿迈进门槛 就见公销社的女营业员呢 从里边探出脑袋来 看到他之后 马上就喊 他抢我钱 抢劫呀 退伍军人回头一看 刚才那个人 已经撒丫子跑起来了 退伍 可是退伍了 部队的教育没割下 退伍不退色吗 这军人一转身 一边喊站住 一边跟周围招呼 抓住他 自个儿也就追上去了 他这边追 那边女营业员也喊起来了 快来人呐 抓小偷啊 这女人的嗓音呐 在碰件事时候 跟警报一样 非常的凄厉 划破长空啊 周围的人就都注意起来了 那时候没有什么 见义勇为的奖励 但是碰上抓小偷 大家都十分踊跃 一个是出于内心的正义感 二一个 当时社会治安好 小偷太少了 这东西新鲜呢 转眼之间 就有四五个人 加入到了追赶的行列 还有人抄着铁线 木棍子 一边追 一边喊 也是壮壮气势 再招呼招呼旁人 听到后边的动静越来越大 前边那个小偷啊 这脚底下倒的也是越来越快 这军人一边追 一边这心里边挑大拨哥 行啊这速度 侦察兵的水平啊 附近有个居民点 有些下夜班的工人正好回来 一看这情况 也都加入到队伍里 一时之间呢 凑了百事来人 这个场面 在当时的京郊 可以堪称是壮观了 就是官方搞的运动会 长跑比赛 他也凑不了这么多人呢 人过一百 各行各适 穿什么样衣裳的都有 拿什么家伙的都有 一边追 一边喊 这个喊 抓脚刀 那个喊 站住 还有操一点的 你狗挨个死的 还跑 眼瞅 这就追出去了五六百米 可能是闲着队伍里喊话 内容太单调 不知道是谁呀 扯嗓子喊了一句 抓流氓啊 不是小偷了 给升格了 抓流氓 前边这位一听 好家伙 各位真捧啊 脚底下跟加了替一样 越跑越快 还不光就在平道上跑 窜小道 跳矮墙 钻树林 哪难走 他走哪 这一路啊 就跟跑酷一样 可你架不住 退伍军人也是本地人 体能也很好 路况也很熟 就这么着 追了两三公里之后 退伍军人就觉着 自个儿身后这队伍的喊声 越来越弱 越来越遥远了 抓小偷 抓流氓 怎么还喘不上气了 跑的 这平常的人 谁能一下跑两三公里啊 能跟上队伍就不错了 退伍军人扭头一看 刚才那一百多人的队伍 现在稀稀拉拉的在后边拖着 能拉了一里多地 自个儿身后啊 就剩下四五个年轻的小伙子了 跑的也是呼吃带喘的 根本都顾不上喊了 那刚才喊声是从哪传出来的 后边坐地上传气的那些 跟不上了 拿声音支援一下 你们前方的战友吧 这么着又追出去两三公里 前边那小子就跟烧油的一样 连速都没捡 这时候退伍军人再一回头 一个跟着的都没有了 全都给跑趴下了 退伍军人心里一和解 这不行啊 就剩哥们一人了 我要是追上去 他要是有刀呢 那我不得吃亏啊 当过兵的反应都挺快 他慢慢地收住脚步 开始左右的穴 旁边有一堵石头矮墙 他跑过去 从这墙头上 卸下一块大板砖 回头一看 周围是一马平川 那小子还没跑太远 他抡着板砖就往前冲 同时大喊 你给我站住 在后边追人的退伍军人呢 他前边这位揣着家伙 板道从墙头上 卸下一块大板砖 那抡着板砖 皆差往前追 这一追啊 各位 追了一万多米 十多公里 这可不是瞎说 老孙有材料 双方确实追了这么远 退伍军人一边追 这心里边一边佩服 这小子 这应该是晾过呀 一万多米 全程冲刺啊 夸归夸 这毕竟是人 您就是汽车 油烧没了 他也跑不了了 前边那位啊 眼瞅着 是越跑越慢 越跑越慢 最后啊 终于停下来了 停下之后 他猛的转过身 摆出一副 要鱼死网破的架势 拔式拔式 圈平架势 这架势摆出来 挺唬人 但是咱们这退伍兵啊 知道 他现在已经是 外强中竿了 那气都上不来了 想比划比划呀 没问题 反正你空着手呢 在部队 没少练格斗 这场格斗呢 实在是过于短暂 没有什么双方打战 八百回合 哇呀呀呀呀 长兵器打掉了 是短兵器 短兵器打掉了 从白宝囊里掏暗器 互相扔 没有 整个过程就是 退伍兵找准一个机会 往前抢一步 一板砖 就把这小子给拍趴下了 要不说这板砖呢 他是民间十大杀器之手 随处可得 还威力无穷 一板砖 再也别想站起来了 拍完这一下啊 那退伍兵也受不了了 就在那儿 俩手杵着腿 猫着腰 呵呵的喘 气儿还没等倒云 听见后边有动静 一回头 真不赖 有二三十位呀 真从里园 一直跟着追过来了 到地儿一看 这嫌疑人呢 已经被拍倒在地 他们也不着急 围成一圈 都坐在地上喘气 之后 这个人 就被当作嫌疑犯 扭送到当地的公安机关 到地坊 人家一听 说 这案子 我们处理不了 那为什么 他抢钱了 你们公安局不处理呀 人家说呀 他在北京 抢的钱呢 大家伙别着急啊 我给北京 打个电话 给北京 打个电话 您这是哪儿啊 三河呀 同志们 这是河北 三河县 这个过程呢 咱们就不给各位赘述了 这个抢劫的人呢 被转交到了北京的公安机关 这回他一共抢了九十多块钱 如果是盗窃呀 根本就不够刑事处理的 他是抢 偷轻抢中 只要是抢 就够拘留的 这个 也算是他的结束 倒了 不用说 大伙也知道 这人 就是双桥老流氓 李宝成 他这回抢劫供销社 连刀都没带 还是拿他那块蒙脸的黑布 这么一记 手啊 就往柜台上一拍 喊一声 老子缺钱花 给我拿两百块钱烟钱 就这么一句 他是抢劫了 但是没有持谢 数额也不大 情节不太严重 作案的过程中呢 也一直没有伤人 主要是靠威慑 就靠拍这一下桌子 在他犯的强奸案里啊 好多时候也是这样 不用带凶器了 靠威慑 到后来 那些被侵害的妇女 一听他报号老流氓 吓得浑身直哆嗦 根本就不敢反抗 就是这些事 助长了他的骄横 所以呢 他敢什么都不拿 就去抢供销舍 那女营业员 要是个有脾气的 孙二娘似的 李宝成就惨了 什么都不拿 空着俩手上我这抢劫来 你这不是骂人吗 啊 我扣你一脸甜面酱 在饶你滴露醋 但是呢 当时的那位女营业员 性格非常的温和 让他这蒙着脸 一拍桌子 真给唬住了 乖乖的就把这钱箱子 给拿出来 可拿是拿了 往这柜台上放的时候 太害怕了 手一哆嗦 哐啦 这钱箱子又掉柜台里头了 这毛票啊 灵泵啊 撒了一地 女营业员 又赶紧从地上滑了 给他往上捧 这么一来 把时间给耽误了 本来李宝成进来抢劫之前 在外边经过了反复的观察 认定周围没人 这才进来下手 这么一耽误 哎 就耽误进来一个退伍的军人 成了他的客星了 女营业员呢 性格温和是温和 但是不傻呀 他等李宝成一出门 他就探着脑袋往外看 他想 你进来抢劫蒙着脸 走大街上 你得摘下来吧 我呀 得把你的模样记住了 果然呢 李宝成从供销社出来 就把这蒙面的黑布给摘了 刚摘完 抬头就看见那退伍军人 紧接着 看见有人来的女营业员 就开始扯嗓子叫上了 对于李宝成来说 之后的事就有点奇怪了 被河北的警方 交给了北京的警方 往拘留所里一征 再也没人理他了 每天美就是窝头咸菜 咸菜窝头 一直吃了二十多天 身上都冒盐霜啊 终于把他给吃毛了 这人呢 他还懂点法律 按照他的记忆 这公安局抓了人 十五天之内 怎么也得审了 哪有一扔二十多天不理的 这不糟尽粮食吗 不正常啊 他的这个理解呀 还真没错 对于这种情节不重 犯罪过程清楚的行为 既不需要取证 也不需要调查 在拘留所里一扔二十多天 确实不合情 他也不合理 在这种情况之下 李宝成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 他没让公安机关抓进去过 这就意味着他对抗审讯 无论是在技巧上 还是在精神上 都不足 他只能凭借本能和警方 那上百年的审讯经验对抗 那会有好结果吗 这二十多天不审不问 让李宝成渐渐地陷入了一种抓狂的状态当中 他怀疑 是不是掌握了我其他的事啊 他们给我凑材料呢吧 要不然咱不理我呀 关于这一点 他就想错了 要知道他是老流氓 能二十多天扔在那儿 早就突审了 问题是他关在里头 没有任何的信息来源 也不能看电视 也没人搭理他 鼠蚂蚁蚂蚁窝都没有 整天就琢磨这点事 身上背着三百多起案子 不憋出毛病了才怪呢 他就想让警察叔叔赶紧找他谈话 不断受到煎熬的李宝成 终于出了一个混招 为了换得警察叔叔早日提审 他主动承认了 自己曾经在两年之前 做过一起盗窃案 这招啊真灵 过了三天之后 终于有人提审他了 吃了二十多天窝头咸菜的李宝成 终于毛了 他想出了一个混招 报告政府 我还有问题没交代 我不是出饭 我之前呢 还偷过东西 他就是想和警方接触一下 探探探啊 人家知不知道他背的那三百多起强奸案 三天之后 老孙和另一名刑警啊 就提审他了 至于为什么二十多天没搭理他 原因很简单 当时公安机关接到上级的命令 要整党 这可是大政治任务啊 全局上下忙得头晕转向 这工作就出了点纰漏 李宝成这案子被归错了当了 忙了二十多天之后 才有人发现这个问题 同时呢 因为这个案子是河北警方交过来的 案卷的主要内容 都是李宝成抢劫供销社的细节描述 抓住他的革命群众们 姓慎名谁 家住河方 因为不是北京警方自个儿抓的人 他们印象不深刻 而且这里边啊 也没提那个万米大赛跑 河北的警察 对北京双桥老流氓没什么概念 只是惊讶于这个人呢 是真能跑而已 你要是犯到北京警察手里 一听说追出一万多米才抓住他 马上就得跟十八里点飞毛腿联系起来 所以老孙他们提审李宝成 是后来才知道那赛跑的事 当时审讯的重点呢 还是问他抢供销社的事 李宝成也决出来了 这警察好像不是在审老流氓 就是在审一般的小偷 他这腰杆也硬了 一口咬定自己当时喝多了 干什么了不知道 你这种小把戏能瞒了老孙他们吗 有你说的时候 我们也不着急 有的是功夫 咱们就互相泡着 抢供销社你是喝多了 你交代的另一起盗窃案也喝多了吗 他这案子偷的是财务室 金额有一千多 在当时啊 算是比较大的案子了 这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 也就是几十块钱 这搭档呢 就一五一十的跟李宝成 核对起来了 李宝成这心里啊 后悔 哎呀 早知道他们没掌握我的强奸案 我交代这盗窃案干什么 一千多 弄不好判了 简在说啥也没用了 到这步了 只能是实话实说 他正交代着 所记录的老孙呢 这脑子里就闪了一下 嗯 这案子怎么有点熟啊 我好像有印象 他把笔放下 仔细的琢磨了一下 然后拿胳膊肘 一杵他那搭档 小细问 哎 这事 不是飞毛腿那卷里的案子吗 这位正听李宝成说话呢 听他这么一说呀 也是一愣 低头去看这案卷 脸上就开始抽啊 不能吧 老天爷开眼了 天上真能掉馅饼啊 他的搭档 对这案子也有印 但是毕竟那个案卷不在手边 吃不太准 两个人走到李宝成的旁边 盯着他来回来去的看 看完之后 看完之后 又犹豫了 警方和十八里点飞毛腿遭遇过好几回 但都是在深夜 看不太真切 所以说不准他的个头 但是受害人普遍反应 那是一个标形大汉 完全没有办法抵抗 摁住就动不了 看这李宝成呢 形容猥琐 吐离吐气 最要命的才一米六冒点头 这小个跟大家描述的太不一样了 之后呢 才弄明白 因为毕竟是强奸嘛 受害的妇女 为了表示 当时自己已经死命的反抗过了 但是没有作用 就把这施暴者呢 往夸张了说 往李逵 往张飞那儿去形容 是这么回事 老孙和他的搭档互看了一眼 他那搭档出门外一挪嘴 小声说 我先跟他聊着 你啊 去给张良基打个电话 之后的事就比较简单了 用老孙自己的话说 这次审讯是这样的 那天下午 上边说 通县抓了几个流氓 案卷放错了 该审审 该放放 得赶紧定 我们俩呀 就赶紧去了 到了县局 两点吃饭 三点审人 第一个呢 是打架伤人给放了 第二个 是进一个小卖部抢劫 案子本身没什么 中间发现不对劲了 一个电话给张良基打过去 没过半个钟头 七处来了十几辆车 张良基亲自带队 那阵容跟打狼的似的 当场就给这李宝成定了死靠 老流氓的三百多起案子早就归纳出来了 而且确认是一个人干的 他供的正好是其中的一件 那不是他是谁呀 当时啊 李宝成一看这个阵势 俩眼一翻 嗝一下就过去了 他明白 他能不明白吗 这一点事都看不出来 他能是那个十八里垫的飞毛腿吗 李宝成被抓了之后啊 很配合 问哪个 说哪个 看起来他早就有思想准备 这小子也想明白了 到了这个时候 你就干净利落 少给别人找麻烦 也少给自己找麻烦 就冲他做的这些案子 有的是手段等着他 少遭点罪吧 随后呢 一核算 三百八十起案子 半年之后 李宝成被执行死刑 老孙呢 因为在审讯的时候 那灵机一动 在这个案件之中啊 还获了一个三等功 不过 说起这个三等功 老孙自己啊 不是特别高兴 什么原因呢 该给一等功吗 不是 投一个 这案子投入太大 却并不是很成功 战线拉得太长 受害人太多了 第二个 他说呀 当时是没反应过来 我反应过来了 喝着饭纪律 我也得抽他一顿 这李宝成啊 可没练过马拉松 没练过中场跑 他纯属于天生能跑啊 而追他那位退伍的军人 上学的时候 得过北京市马拉松的长跑冠军 马拉松啊各位 人家一跑四十多公里 你这歹徒一跑才十公里 不等着倒霉呢吗 另外呢 熟悉这位退伍兵的人说呀 他呀 他呀 没受过专业训练 就是天生的 特别能跑 林修 跟老流氓一样 只不过 老流氓属于天生能跑 而这个退伍军人 属于天生 特别能跑